孙季太后和苏终等人的教练之三 是围绕着什么呢 慈禧慈安两个太后是否可以临朝礼政 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太后 能不能够直接临朝来处理朝政 那么慈禧太后取得了带死前印的权利之后 我们前面讲的 虽然是位居垂帘之名 但是已经有了礼政之实 那么因此邓芝成先生曾经讲 说慈禧太后现在已经开始看折子了 也可以召见军纪大臣了 而且也可以用诸印来代笔 用同道堂的印代替皇帝的诸笔 说这个就是无异于垂帘 和垂帘没有什么两样 说所不同者唯不召见外臣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的权力 已经相当大了 那么但是慈禧太后不满足于 这种油爆皮疤半折面的这么一种听证 那么慈禧太后希望什么呢 她所热衷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名副其实的垂帘听证 那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 在1861年9月山东道的监察御史 叫做董元淳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这个董元淳在这个奏折当中讲什么呢 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现在天下都市知秋 是吧 那么清朝的皇帝年龄很小 尚在冲灵 冲灵就是说他年龄很小 像东汉曹冲一样年龄很小 很聪明 皇帝年龄很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吧 那么就必须要由皇太后来处理朝政 那么董元淳在这个奏折当中 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就是清政府要名将御旨 发一个上誉 要对中外宣誓 宣告宣告什么呢 要由皇太后来全力朝政 他说皇太后全力朝政之后 人们呢就会认为是吧 皇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里面 皇帝周围这些大臣不能够左右朝政 提出来由皇太后来全力朝政 这是一个核心内容 那么第二个核心内容 就是要求呢 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 令同心俯辟一切事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三乡政务八大臣之外 要另外选一个亲王 就是咸丰皇帝或者皇室的禁止亲王 派他来参与朝政 来处理朝政 那么他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呢 既无专善之患 亦无偏任之嫌 那么董元淳提出这两点 一个是太后理政 一个是 找一个亲王 是谁 当时的人都明白 就是共亲王一心 由共亲王一心来辅政 那么由此呢 来取代以前的苏顺等八个大臣 来权利 来这个赞向政 来取代这么一种政治体制 那么这个董元淳 他提出来这个主张的 利润的一个基点 就是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的维护皇权 防止这个大臣 这个专善 篡权 这是董元淳的 他的利润的一个基点 主要问题 关键问题 就是让太后来理政 让共亲王一心来参与朝政 那么这个问题 就引起了苏顺等人的不满 苏顺等人 在面见两宫太后的时候 他们就讲 说我们是赞向政务大臣 我们只能够帮助皇上 不能听命太后 我们不能听太后的 我们只能在行政务 他们甚至说 请太后看折子 一系多余之事 你太后没有必要去看折子 那么他们在批驳 董元淳这个奏折的时候 是吧 他们也是以维护皇权为护服的 怎么样 去维护皇权 那么苏顺等人 就以当时这个小皇帝 同治皇帝 当时还不叫同治皇帝 就是以这小皇帝 当时他就 起的这个年号叫做这个七祥 就是以这个小皇帝 宰纯的名义 颁布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呢 就痛治董元淳 批评董元淳 说什么呢 说如果赞向政务八大臣 是吧 对皇帝迎期盟 我自然会对他进行惩处 重置其罪 那么董元淳提出来 请皇太后 暂时全力朝政 慎处非逝 说这个不行 不能由太后来处理朝政 他说另外 这个遇事提出来 要在亲王中 另行简派 说这个也不行 说适何诚心 说你是什么想法呀 你居心何在呀 因此讲 说所受由不可行 你这个上奏不能够实行 那么苏顺等人 是吧 你一定的这个上誉 关键在于什么地方呢 关键在于要彻底的否定 皇太后 具有这个临朝 李政的权利 否定 公秦王出来 来处理朝政的权利 那么这个双方呢 这个斗争呢 就是已经是公开化 那么非常这个白日化 那么苏顺 把尼定的痛斥董元淳的这个折子 上报 上交给皇太后之后 刺激太后把这个折子留下库发 因为是痛斥董元淳 是吧 这刺激太后不愿意 那么这样 苏顺等人就决定 以割车的形式 割车就相当于类似我们现在的罢工 就是不处理政务了 以割车的形式 从刺激太后对抗 是吧 就说你不把折子发下来 我们就不办事情 那么这样的最后 刺激太后啊 没有办法 只能够以退为进 把董元淳的这个奏折 以及肃顺等人 所拟的 批评 董元淳这个上誉 把他发下来了 那么这样呢 肃顺等人 那么开始办事了 把史料记载说 使照常办事 言笑如初 他们高兴了 认为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是刺激太后 和苏顺等人 这个权力较量的第三个回合 那么这个回合的较量 如果我们直接看结果 好像是 苏顺等人取得胜利了 刺激太后等人失败了 好像是这样 那么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当时的正统皇权思想 颇为盛行的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苏顺等人 与思义太后围绕着 许多问题 展开的讨论 即看 展开的争论 那么实际上呢 是以苏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 臣子的权力 与 以思义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一种较量 同这皇帝权力的一种较量 苏顺等人这种暂时的胜利当中 可以说呢 是酝酿着危机 酝酿着灾难 这就为以后啊 这个思义太后 对这个 对这个苏顺呢 来治罪 提供了一个口实 那么1861年11月2号 思义太后和小皇帝 回乱北京了 那么到了北京之后 他就像留在北京的这个军纪大臣文祥 大学士 像桂梁啊 贾珍呢 是吧 周祖培啊 就哭诉 哭诉什么呢 就哭诉 苏顺等八个大臣 这种七秒之状 说苏顺等人欺负他们 那么这个什么呢 就说第三个 这个回合的较量 思义太后和苏顺等人 那么这种权力斗争 已经白热化了 那么这个事情 就引起了当时清冷府内部 很多人的这种不满 那么当时这个在热和的时候 有一个军纪张经 那么就讲 说苏顺等人呢 是可谓混蛋 混蛋 那么这个混蛋呢 大家不要误会 他不是说一般的人在骂人 说这个人不讲理 糊涂滚蛋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上讲 他说苏顺等人 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公然的以陈权去挑战黄权 通刺激太后去挑战 说这样的话 没有好下场 这是在新有政变之前呢 这个军纪张经 他在热和的时候 就看到了 这种斗争的最后一个结果 是不利于苏顺 那么这几次较量 都是在热和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说苏顺等人 在热和这个地方 是吧 从慈禧多次较量 双方基本打上了一个平手 那么主要是依靠什么呢 是依靠着苏顺等人 在热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那么也依靠什么呢 就是一部分官员 认为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权力运作 是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是吧 不是很正常 那么认同这种办法 那么当清政府 一旦回轮北京 回到了北京 那么整个的官僚士大夫 他们就希望 要维护皇权的这种常态 他一种正常的一种形态 维护一种正常的 这种皇帝的权力 那么这样 苏顺等人 回到北京以后 他们的失败 不但是 这个马上就要出现 是吧 而且它是一种 必然的一种规律 又为什么呢 他要挑战皇权 在当时情况之下 挑战皇权呢 是肯定会遭到失败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较量之三 那么较量之四 就是回来北京之后 较量之四 就是曹操王莽 这一类的人 那么叫曹莽者流 与孤儿寡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苏顺等人 就像曹操王莽那样 孙起太后 跟小皇帝 就是孤儿寡母 受 苏顺等人正欺负 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清政府在决定 回来北京的时候 从热和回北京的时候 那么苏顺等人认为 自己是贤盟皇帝 有遗诏 要再向政务 辅助小皇帝 认为自己的权力地位 是非常巩固的 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 那么但是苏顺呢 却轻估了这种皇权思想 对于人们的这种影响 特别是这种皇权思想 对于众多文武大臣的这种 巨大的影响力量 那么在热和的时候 慈禧太后 曾经秘密的 命 纯郡王一宣 就是同志皇帝的七叔 起草了一个上狱 这个上狱呢 就是罗列了 苏顺等人很多罪状 那么准备要治罪 这个苏顺等人 那么但是慈禧太后 可以说是功于全数 那么他所起草的上狱 是吧 要治罪 这个苏顺等人 但是他不讲 他是密而不宣 那么他回到北京之后 就竭力地向马朝文武 来表明 是吧 表明什么呢 说自己长期以来 是受到了苏顺这些人的 这个欺负 孤儿寡母受到了欺负 苏顺等人 是欺君往上 是企图篡权的润臣贼子 那么就像 西汉的时候 王莽 对待汉平帝那样 那么就像东汉的时候 董卓曹操 对待汉先帝那样 欺负着孤儿寡母 准备要篡权 那么慈禧太后和小皇帝 刚到北京以后 那么就像 到郊区来迎接他们的 这个 清皇朝的这些众臣们 就哭泣 说苏顺等人 怎么样欺负他们 来争取这些文武大臣的这种同行 那么当时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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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周祖培啊 那么就说 说那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不重置七罪啊 把他治罪啊 那么慈禧太后 是吧 可以说当时 装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揣着名本装糊涂 他就说 他说 苏顺这些人 是这个政务大臣的 是吧 三乡政务大臣 可敬于治罪乎 我能不能够直接 给他治罪啊 那么然后周祖培说 说你可以降旨 先解除他的这个 这个三乡政务大臣 然后再拿办 就慈禧太后 接着顺利退州 说好善 那么由此可见什么呢 就是慈禧太后 一直在充分的利用着 朝野上下的这种 皇权思想 以及他颁布 上誉的权利 那么同苏顺等人 进行着一个殊死的较量 那么1861年11月2号 龚秦王一新 还有文祥 周祖培等人 那么这些人 当时是留在北京的 清政府的一些官员 他们准备入朝待命 准备要发动新有政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 载元端华就出来阻拦 说你们是外庭臣子 没有预旨 是不能够进入宫内的 那么这样苏顺等人 就立的 就是站立在这个宫门之外 就是等待 等着 没有多久 从宫内传出了预旨 这个预旨呢 就下令 把宰园端华 宿顺等人 要逮捕之罪 那么端华和宿顺 端华和这个宰园 当时就大叫 就说 说我被喂入 朝从何来 说我们没有进入军机处 我们没有拟址 这个预旨从哪来吧 他就不服 那么说这个时候 赞乡政务八大臣 和 慈禧太后 和贡情邦一新之间的这种斗争 已经公开化白日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 周围的文武大臣 兵丁侍卫 面临的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是忠于皇室 忠于王室 维护皇权 还是倒向赞乡政务八大臣一边 那么这个时候 公秦王一新 就紧紧的抓住了人们的这种 正统皇权思想 和忠君思想 人们都有正统皇权思想 忠君思想 紧紧抓住这一点 公秦王一新 就大叫 就大喊 说什么呢 说有亡命在此 谁敢违抗 我有御旨 难道你们敢 违抗御旨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有几个侍卫上来 把端华和宰员 这个帽子顶带拿下去 那么把他逮捕了 拥出了隆宗人 那么据王凯运记载 当时一新 就向宰员端华出事了 要把他们治罪的上狱 是吧 一新就问他们 说你们 是吧 到底是不是认罪 那么这两个人 面对这个上狱 面对了皇权 劫相顾无语 互相看一看 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一新问他们 你是不是遵旨 在人等人 只能够向皇权来低头 无可奈何地说 焉有不遵 我们不敢不遵 这个圣旨 那么这样呢 端华 端华 宰员等人 那么在北京 那么就被清政府逮捕了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 那么史学界呢 一般是这么一个说法 说在赞乡政武八大臣当中 宿顺是他们的核心 宰员呢 端华这些人呢 都虚无主见 政治上 碌碌无为 因此他们面对着 慈禧太后和公秦王一新 是吧 发动政变 他无能为力 不敢反抗 只能够诉说救心 说他们是无能的 而宿顺呢 是他们的一种核心 那么但是实际上 这个桀骜不驯的 这个宿顺 面对着慈禧太后 他们手中的皇权 同样是无可奈何 就是这个 这个同志皇帝啊 他回来北京的时候啊 宿顺 是这个 护送着咸丰皇帝的灵袖 回到北京比较晚 就是在新有政变的这个时候 宿顺呢 刚刚到达这个密云这个地方 那么清政府 在北京发动了政变之后 那么就派 这个纯郡王 一宣 派 瑞亲王 仁寿 带领着一些这个牙医 带着一些兵丁啊 前去密云去捉拿这个宿顺 那么当时宿顺呢 也很不服气 而且宿顺身边呢 也有一些兵丁护卫 就是他可以反抗的 那么据史料记载 就说 当义轩等人去逮捕他的时候 苏州等人 上游咆哮 问御旨所游来 他还是很不服 大声的喊 御旨从哪来 是吧 你说违法的 但是呢 面对着这个皇权 事已去 大事所 大事已去 他没有办法反抗 那么因此 有人就说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 原因何在呢 说此无他 没有他的原因 没有其他原因 权在首尔 因为什么呢 一轩 人寿 掌握着清战府的权力 代表着皇权 那么从这些内容 从这些事实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正统皇权思想 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确实具有 无可估量的 这种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是我们讲 这个正统皇权思想 对于人们的这种巨大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再讲第四个问题 感谢观看